下拉之后的话可以选 如果他选业务的话 按确定 你就给他批字筛选业务 如果他是选产业比例就是这一个 所以基本上 他的对应关系其实跟这边很像 这边很像 只是说这边是多重的 所以多重判断 前面有讲过 如果你VBA里面要多重判断的话 你一定也是if 只是说if里面会多else 一直else下去 那反式就else 多一个endif 所以程式撰写方法 特别重要 写在哪里呢 记得是 写在当他怎么样 当按下按钮的时候 因为他下拉清单 先做 再按下按钮 按钮的话click点两下 那他会触发一个叫click事件 记得是click 你不要没事 去把它改成doubleclick 因为doubleclick的话 变成 一般按钮要按一下 很少没有人点 点两下 所以一般还是click事件 所以是 当这个button 那 我因为button上面没有 这个预设名称叫 CAMIN8100 有时候 太长了 所以通常 我会再把那个名称改一种 这个名称改叫 btn 缩写叫btn01 比如说btn01 Enter一下 那我再点他两下 这个就btn01 被click 那click之后的话 那我就做什么 判断 如果 cb01 有没有就是这个cb下拉清单里面 如果他选了业务的话 那我怎么知道他里面到底选了什么 其实他有个属性叫 点test 点test里面就是里面的文字 如果里面的文字 如果是业务的话 要做什么事呢 当然就是去call什么 批字筛选 刮符 A欄 业务就A欄 然后double.3 所以基本上 这边有写好 拖软一下 c 基本上写法 不外乎就是这样 多重 我们是多重的逻辑 所以 第一个if 如果cb01他里面的文字 是业务的话 then call什么呢 批字筛选 不是批字筛选业务 就直接批字筛选 给他一个什么 给他一个A 就A欄 清单里面A欄 其实你这边怎么样 把他钱刮符一下 他会出现 清单里面是哪一欄 然后他就A欄 如果其实你会觉得这个清单 这两个字 不太 容易理解 不然你就打长点 清单 蓝位 会比较容易混淆 所以这个可以想想看 有什么方式可以 避免那个 混淆的 因为这些当然他顶多就是这样的规则 只是规则之外 你可以自己 自己套的 一个 方式去辨识 那 我自己写习惯 都这样做 那 如果你 看看有没有什么更 简易而且好辨识的方法 再想想看 反正这种 逗点 后面是at string 就一定要文字 所以前后要双语 逗点 你要查哪一欄位 或者叫总表欄位之类的 或者是 总表查询欄位之类的 因为我打字太少 有时候 不太好辨识 但是有时候打太多 好像又觉得有点累赘 这个可能还是 要定义清楚 那这边给他一个三 钱挂了 这样的话就OK了 那 一样的方式 else if 这个指的是 除此之外 多重逻辑 第二种可能性 这个叫首先 旗字 再其次 再其次 除此之外 OK 所以 如果是产业别 那就这一个 这个 这个 当然 我们刚好有多一个数量 数量是demo的 但是你就复列了 else if else指的是 如果 这四个 里面之外没有 那就是 即是sub 即是什么时候不要做 跳离这个程序就好了 OK 好 那我们做完之后的话来试一下 基本上做完了 那我一样怎么启动它 下拉一下 业务按确定 看看能不能跑 等一下 没错 跑出来了 这个 行业别 行业别 可以跑出来了 OK OK 没错 那 客户数量 这跑比较久一点 所以如果像跑这么久 你想说 这地方是不是可以做一个什么 那个啊 状态 那个 一个 一个状态条 OK 那这个怎么做呢 其实 这个也是 我自己 想出 想出来的方法 特别注意就是 这个如果说你要 做一个状态条 那我自己本来是用那个 控制 就是 Trivate Bar 这个Trivate Bar 其实早期 之前我前面跟各位讲 你可以新增控制项 我后来发现 如果你新增进来控制项 因为现在有32位元 跟64位的 OBIN 这样就会造成 因为早期的都是32位元 所以你如果你是跑32位没有问题 64就会有问题 所以 这个我想 没有必要 暂时不要用外货的控制下来 如果本身就有 那我就用本身的 就不会有什么问题 那我后来想说 那我跟Trivate Bar 用Label这样的标签 那标签我怎么做 第一个 我先拖拉一个 大小 这个 第一个就是 把他的什么呢 名称 他的name 改成PB PB的话 为什么叫PB 其实我 应该主要 本来名称叫 Previst Bar 就是 进度状态 Previst Bar 那这个 Previst Bar 简称 缩写就PB 不然你要打一个Previst Bar 太延藏了 干脆 就叫PB算 OK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他上面的东西我不要 所以 Caption Delete Enter 不要东西 那颜色我习惯用 BigColor BigColor里面的话 背景颜色改成红色的 改成红色的 改成红色的 改错了 Folder Color OK 应该是改BigColor BigColor改成红色的 好 这样的话呢 基本上 我们就有一个进度 一个状态 在这 那 再来一个地方 它的什么呢 宽度 Wise 现在是210 我是建议你干脆改成200 OK 为什么改成200 因为我的程式 刚好 用200 那你一定要200 以后如果你要调整 宽度你自己再去调整 先用200好了 那都是呢 因为我有写工资 大概差不多200 宽度 Wise大概200 这个的Wise 200 其他应该都OK 改完之后的话呢 要怎么去再变更它 这个 我这边 画面上有那个 如何增加那个进度状态链 用那个label的方式 在这边加 那我有把那个我刚刚改的 123 4个地方 把它 放起来 等一下再来看程式的撰写 其实呢 看起来很困难 但是做出来的 过程 其实人比你想象就很简单 所以以后呢如果你要增加一个进度状态列 在任何 只要需要等待的地方你都可以把它套上去 而且很快可以看到一个东西 其实应该还蛮 蛮容易的 OK 请各位先试着把那个 增加进 刚刚那个是 Button 部分先完成 上面先黄底归 那个多重判断 多重逻辑判断 然后再来就是增加那个进度状态的那个 进度状态列 或者 这个一个 用标签来完成 不错了 那我们再来就能做到一个进度状态的 我们再来就能做到一个进度状态的